出血了,怀孕8个多月,刚刚买了一点菜回来,发现自己出血了,泪裤上面全是血印,不会早产吧,哎呦,吓死了,我一个人在家,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,啊,太难了。 大家好,我是戴灵溪,我现在怀孕是8个月,32周多,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生了,我现在是一个人在家,家里面没有任何人照顾我,衡阳呢,这两天呢,都在下雨,我已经有三天没有买菜了,今天再不买菜的话,我跟某个宝宝都得喝空气了, 我是无所谓,吃点面条都可以,但是我肚子里面的两个宝宝啊,要营养啊,所以呢,今天早上呢,一大早7点钟的时候,我就去赶了一个早急,去菜场去买了一点菜,在菜场的时候,看到这个也想买,那个也需要,又买了一点肉啊,蛋啊,给宝宝补充营养,然后七七八八的蔬菜啊,加在一起, 感觉我也没买什么,看着不多,然后七七小小的东西,加起来,一提到手上的时候,哇,就立马感觉就很重了,刚好呢,又天又下雨,我左手呢,拿着一把伞,右手呢,拿着大包小包的,走在路上,真的感觉很吃力, 肚子就一阵一阵的发紧啊,发音啊,走在路上,真的是,有点提不动,肚子不舒服啊,我就感觉,哎呀,惨啊,我快点回去吧,我感觉我好像,肚子难受得很,难受得紧,走不动道的那种感觉, 感觉赶回家的时候,我就回到家,把东西一放下,我就去上了一个厕所,一上厕所的时候,我就发现我的内裤上面,有雪,啊,吓死我了呀,我不知道怎么办啊,千万不要早产啊,或者,其他的一些什么意外啊, 虽然呢,我平时也会偶尔提供物,但是,没有雪,这次是第一次,有雪,因为我家没有人,就我一个人在家,我不知道要怎么办,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,然后我刚刚去厕所里面,电了一张,电了一个护垫,先观察一下,过一会儿再看一下, 太难了,一个孕妇在家,千万不要提供物啊,如果是孕晚期的话,身边就真的是一定要有人陪,一定要跟人住在一起,千万不要一个人,像我一样,哎呀,没办法,我是属于那种例外,属于那种没人疼,没人爱的孕妇,现在,先观察吧,我也没有心情去背春山秋了, 也没有心情去埋怨什么了,先观察一下肚子,然后看一下有没有继续流血,回来清理了一下,我就提了这么些蛋,这个蛋有那么重,然后牛肉,再加一个西红柿也有那么重,然后一个肉肠,豆腐,莲子,再加点芹菜, 啊,确实有点超负荷了,下次去买菜啊,我不提那么多东西了,真的很吃力,一吃力的话,肚子就发紧发硬,好多次都是这样子,但是没办法,哎呦,肚子,好紧啊,紧巴巴的,你看, 给大家看一下肚子,哎呦,这么大个肚子了,真的好吃力啊,所以说运晚期,确实需要人照顾,哎呀,我也需要人照顾,只是说没人照顾而已,没办法,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下次再见,拜拜